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開心跟大家介紹威剛在這次Computex展覽的一些新品 主要這次威剛準備了幾個有關於散熱主題的一些新產品 包含了我們最新的水冷散熱在家風扇PCIe Gen5 concept product 再來是Legend 970 這個也是我們即將在下個月會量產的SLD PCIe Gen5的SLD 下一款是我們搭載USB4介面的外接式SLD 其實這三款主要是跟散熱有關的主題 至於說為什麼會以散熱為主呢 是因為在新世代的一個規格上來講的話 速度都越來越快 包含在PCIe Gen5的速度都已經來到1萬Mbps以上的這樣子的一個速度 那所以呢它所帶來的熱也非常的問題也非常的大 所以呢我們設計了一些散熱的水冷機構 希望能夠去把這個散熱的問題能夠去做解決 那在NeoStone的這個案子呢 我們利用了中間水冷的這樣子的一個元素 再加上前後風扇能夠去把熱有效的帶走 預期能夠達到20%的降溫的一個效果 再來是Legend 970的部分 我們中間有內置的一個微型風扇 預計能夠有效的降溫達到10%的這樣的一個效果 再來是SE920的部分 這是我們的USB4的外接SLD 那預期我們能夠透過內建風扇的這樣子的一個機構 達到速度上到3,800Mbps的這樣的一個獨解速度 能夠有效的去透過風扇來去維持它的一個高速的效能的運轉 那現在看到的是我們Creator專用的S系列 那有DDR5跟DDR4的選擇 那以DDR5來看的話 它不需要透過過SMP的設定就可以享有超頻的感受 那它的規格是從5,600-36,那SMP可以到6,400 那DDR4的話它是從3,200-18,SMP可以到3,600 各位觀眾大家好 那首先今天我們要帶大家看的這個SPG展區裡面的第一個區域 是我們的Mira的房間 我們想跟大家介紹的是呢 今年我們推出了一整套Mira的電競組合 那其中呢尤其是特別要跟大家說的是 這個Vela Air的機箱今年剛獲得了紅點設計獎 那非常非常的榮幸喔 那大家會問Mira是誰 Mira其實是我們的品牌代言人 那它本身有出了非常多相關的產品 像我們可以看到這邊有口香糖電競口香糖 另外呢我們今年剛跟CT No.1做的一個合作 有推出了電競巧克力 另外我們也推出了一整組不同的POSM所謂的撫銷物 那我們也有推出影片 甚至於今年下半年我們還會有其他像是小說以及漫畫等等的一些素材 會出來跟大家做見面 讓大家更認識Mira更喜歡我們的品牌人物 那接下來要幫大家介紹的是我們今年非常特別的一個展品喔 那在這個展區裡面我們首先要帶大家看的是這一個是Battlecruiser 2 是我們接下來下半年的一個旗艦機種 這個機箱 其實這個機箱呢 一代就已經非常的受到大家的好評 而且已經媒體了一些好的評測 那今年呢我們請了一個國外非常有名的一個Modder PC的組裝機的Modder 來幫我們做了這樣的一個非常有特色的XPG機種 那裡面所使用的可以包含全部的這些像是風扇啦 還有DRAM啊等等全部都是我們的產品喔 那我們想要展現出來就是當今天一整組產品 都是XPG的時候這個系統會是一個什麼樣子 那另外呢在這裡面的產品還有幾個特別的地方想跟大家介紹一下 像是這一個是我們的Seeker鍵盤喔 然後呢Seeker鍵盤以及這邊有個Alpha的這個滑鼠 跟大家介紹Alpha滑鼠我們在去年的時候得到紅點設計獎 那剛剛跟大家說了是我們的機殼是今年得到 那去年很榮幸的這支滑鼠獲得了紅點設計獎 好那除此之外我們的這一個展品裡面呢 還有耳機喔PricaS耳機 那另外呢跟大家特別提到的是說 我們今年在這個BetterCruiser 2的產品上的時候呢 我們另外也一起推出了這個叫Prime Box 這是我們的一個控制盒 那它的特色是什麼 大家可以看到在螢幕上面我們可以透過這個Prime的軟體 這個是XPG一個比較獨特的一個軟體 它可以控制全部的燈效 直接透過這個軟體透過這個盒子來達成 所以包含像是風扇水冷DRAM等等 甚至於像是我們這裡面所安裝的Fusion 我們的菜晶的電源都可以被這樣的一個軟體給控制 好那接下來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我們今年推出的新品VeloMesh 那今年在ComputeX我們特別展出了粉紅色 我相信各位觀眾朋友一定很喜歡這樣子一整組的粉紅色的系統 那剛剛所提到的得獎的VeloAir呢 我們今年特別推出的新一代VeloMesh 然後呢我們可以看到在這裡面 我們一整組的系統裡面包含了什麼呢 包含這個是Seeker的電競 粉紅色只有在今年的ComputeX才看得到的鍵盤 然後還有這個是SlingShot滑鼠 以及這個BetterGround L的滑鼠墊 還有PricaS的耳機 那我們的VeloMesh呢在今年也有展出白色的系統 那今年的白色我們特別讓大家看到的是在工藝上面 我們可以做得到把人物或者是把圖像直接印在像這樣子一個玻璃上 那在另外一面呢我們也有印在所謂的這個機殼上面 那本身這一系列的機箱 因為我們知道說白色的整個系統是今年的一個大流行 那我們可以看到是在整個白色整個組裝出來的感覺 可以看到沒有想到這樣的一個這麼小的機箱 居然裡面可以裝到這麼多的一個東西 我想說這是這個機箱最大的一個賣點 除此之外呢也一樣我們推出了一整組白色的系統 包含了像這個是Summoner Mini 是一個非常小的鍵盤很可愛 然後另外呢還有這個是SlingShot滑鼠 還有這個是PricaS的耳機 那我想如果說大家有興趣的話都可以來參觀 這樣子謝謝 好 大家好 那我們現在在XPG Fusion 太金牌電源的展位 那這個部分是XPG新推出的Fusion 1600W 太金牌電源 那我們這次所使用的技術是非常特殊的 我們使用到一些特殊的零件 像氮化架 MOSFET 輕體元件 然後另外就是我們有用到一個專利技術 是平板式的變壓器這些 那最大對於消費者來說應該最有利的就是 一台Fusion 1600W 它是可以有兩個12V HP 就是高電流的12加4PIN 16PIN的Connector 那就可以支援兩張4090的顯卡 那這邊有一個Live Demo 的部分 我們現在是用一台Fusion去接了四張4090 RTX4090的顯卡 那目前可以看得到的這邊牆面上有一個Monitor 我們有一個測試的軟體就是它直接就已經跑到1800-2000W的總功耗 那這就是為什麼我們Fusion 我們對Fusion非常有信心 它絕對是目前市場上面最優質的太金牌的1600W電源 Fusion 1600W 太金牌電源 它是一顆全數位的可以監控 不只讓你可以監控 還可以讓你去控制你的電壓 然後看到你的電流還有使用瓦數效率的一顆全數位的電源 這個部分我們有搭配XPG Prime的軟體 你在安裝好了以後 只要去XPG官網下載XPG Prime的軟體 你就可以開始使用這個監控的軟體了 這邊的話就是XPG其他系列的電源 那我們就一顆一顆來說 在大家可能之前就有聽過的CyberCore一代 那我們現在因為有ATX3.0的這個話題 所以我們升級了二代 那搭配了一個12加4Pin ATX3.0的接頭 那另外再來就是在大家熟知的金牌的部分 我們也是在原本的架構上面增加了ATX3.0的版本 所以我們叫Coreactor 2 Gold 那還有我們有一個新的系列叫Kyber 那它是一個金牌直出線的電源 那主要對應的就是一些系統裝機 然後跟需要ATX3.0 但是不需要模組的需求的這些客群 我們現在來到水冷的區域 那水冷的部分呢 XPG在今年增加了一個系列 我們將我們的水冷頭改成不只是RGB 那我們新增了鏡像的這個設計 那讓整個水頭會比較更有特色 在系統裡面的光效會更好 那其他的部分就基本上 跟原本的LeVenteX是一樣的 跟原本的LeVenteX是一樣的 就是都是用7代的Azertac的Solution OK 然後有240跟360的那個選擇 那另外這邊有一個看到一個比較值得一提的 就是我們這邊有一個白色系列的風扇 從我們現在在市場上面 HERRICON 120、140 然後還有VENTO都有白色的 VENTO ARGB都有白色的 OK 這是XPG今年比較新的一些風扇的產品 我們需要玩그리고 除此有史嗎? 字幕ered戶 algum為還是狂趴你們了 他希望保住 但是我們下次見 柴魯完成會的 看